但口味的客人很容易接受越南菜 所以各位来在越南 你们一定要吃什么 第一,越南的河粉 第二,就是法国面包 第三,就是黑咖啡 一定要用三种东西 如果你来在越南 你没有喝越南的黑咖啡 没有吃河粉 没有吃法国面包 等于你没有来过越南 所以来在越南 一定要体验一下 因为这边的东西 我知道台湾 它都有卖越南河粉 但是口味完全的不一样 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越南的河粉 你们来这边 一定要摘一点柠檬汁 然后哪位可以吃辣椒 你可以摘一点生辣椒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白树 就是那个 你们是一般的炒菜 都摘那个黑树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有一种那个白树 摘一点再搅一搅 真的那个好吃好棒的对 那个是我们也有了啦 我们越南也有了啦 对 所以那个我想那个越南菜 我不知道你们来在越南 觉得当地的东西好吃不好吃 不管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一定要吃饱 因为现在我们全越南都没有7-11 没有7-11 全越南哦 没有麦当劳店 有肯德鸡 但是生意非常不好 因为他开肯德鸡 你知道那个里面的WIFI很强 真的很强 当地的人他进去里面 他只有点一杯可乐 然后那个滑手气而已 其他他们像一些那个鸡腿 鸡脚等等 没有人吃的 所以接下来可能你会看到那个肯德鸡 但是生意真的不好 所以那个是因为我们越南到现在 没有7-11 没有麦当劳店 所以各位来在越南 我们进来餐厅一定要自饱一点 不自饱的话 半夜肚子饿怎么办 打电话给我 导游我肚子饿了 我说好 等我一下 我会送给你们两瓶晃泉水 反正半夜没有 没有什么地方有卖东西的啊 也没有电影 所以呢 各位都没有带泡面过来 没有 有吗 没有 没有哦 所以要自饱一点 哦 那有带就好 我爸就没有带的话就 不好意思 荣娜未买那个电话卡 这个是怎么弄呢 你们把手机关机 然后那个把原本的台湾的电话卡拿出来 再把这个装进去里面开机 那就OK了哈 好 OK 那我也需要再换 好 OK